各位朋友,来到第五集的Log去广东话分享 这集我要延续之前 第一集提到的华语和广东话有差异的时空类词汇 来咯,第一个词汇,上午 广东话叫选招 中午,广东话是安招 这个安字就是台湾语人彭于燕的那个燕 广东话念安 吃午餐,广东话叫食安 下午,广东话是下午 一会儿是一阵或一阵间 五分钟,广东话是一个字 十五分钟是三个字 五十五分钟是十一个字 例如,我们说九点二十分 广东话就是九点四个字 广东话的这个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 的时钟概念其实也融入了马来西亚各籍的华人方言当中 并且还延伸至马式的华语里 所以很多台湾人对这个马来西亚式的时钟说法觉得很奇怪 殊不知道,这其实是广东话,华语话的一个语言变体 接下来还有的就是半小时 广东话是五分钟或五分钟 一个小时叫一分钟或一分钟 一个多小时叫五分钟 半天叫五分钟或五分钟 一段时间叫一排 很长一段时间或很久 叫腰排 例如,长时间都不会轮到你 广东话是腰排都轮到你呀 前一阵子叫 心排,心果排,心一排,走排或心果轮 太多说法了 这一阵子叫 内排或内一轮 那一阵子叫 国排或国一轮 进来叫 耿排 好了,这一集的 乐趣广东话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见 拜拜